相信大家家里都有一些消毒灭菌的产品 包括酒精、喷剂和消毒湿巾等等 在特殊时期,注意生活环境的清洁和消毒更加重要 今天我们看看容易忽略一定要消毒到位的九个地方 以及用什么消毒,如何消毒 视频开始前请点击红色按钮关注我们的频道 点击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更新了 消毒之前,先做到这两点 一,选择可靠的消毒液 我们要确保使用美国环境局认可的消毒产品 可以帮我们更有效安全的杀灭细菌和病毒 在这个网址可以查看家里已有的产品是否符合标准 产品清单的下载网址,我们也放在信息栏里 二,针对病菌最多的地方进行消毒 有研究指出,流感病毒在光滑的硬表面上存活时间最长 我们在家,在办公室,学校等公共场所 要着重消毒双手经常触摸的物品表面 特别是一些光滑的硬表面 一,手机 二,遥控器 可用产品 杀菌湿巾,酒精棉片 手机是不少人日常双手触摸最多 接触时间最长的物品之一 遥控器也是家里人经常用到的物品之一 而且很可能会被人们忽略 用杀菌湿巾或酒精棉片 均匀视擦各个表面 保持10秒湿润,自然风干,即可达到消毒效果 三,沙发 可用产品,消毒喷雾 平常如果只是给沙发椅子除尘 没有深度的清洁消毒的话,就要注意了 生病在家休息 下班放学回家后,没换衣服就坐上沙发椅子 也是我们经常触摸的地方 用消毒喷雾,均匀喷洒到沙发表面 静置30秒 等自然风干后,就可以有效消毒除味 如果是硬表面的椅子 喷洒消毒液的量,应该能让它们保持湿润至少3分钟 再等自然风干 四,卫生间马桶,即周围水龙头,洗手液平身 可用产品,强效清洁剂 即使在平时,卫生间浴室也是很多细菌、霉菌、滋生的温床 需要消毒清洁的有马桶盖,马桶周围的墙面地面 之后洗手会触碰的水龙头,洗手液平身等 马桶清洁最好使用强效清洁剂 让清洁剂在马桶壁上静置10分钟以上 再用刷子清洁马桶内侧各个部分 最后冲水即可 如果家里有人,患上消化道疾病 建议静置30分钟彻底消毒 其他的坐垫冲水把手部位 可以用之前说的喷雾或消毒湿巾 按硬表面的方式同样处理 五,床上用品和衣物 可用产品,衣物消毒液 生病的时候,躺床上睡觉休息的时间最多 枕套,被套,床单上都会沾染上不少细菌 还有常穿的衣服,睡袍 小朋友喜欢抱着的毛绒玩具等等也需要杀菌 方法是洗衣机调整到热水清洗 放柔顺剂的地方倒入适量的衣物消毒液 或者在剥洗过程中直接倒入衣物消毒液即可 注意,买不含绿的,衣服就不会被剥白 烘干机也选高温烘干 这样清洁有助于杀菌 六,硬的玩具 可用产品,多功能清洁剂 玩具也是需要注意消毒的物品 小朋友双手经常触摸不同的东西 还很有可能将玩具放到嘴里 不同玩具要查看玩具清洁说明书来操作处理 对于一些有电池、不能洗和大型的硬表面玩具 可以考虑使用多功能清洁剂来清洁并且消毒 先把玩具表面擦拭干净 然后均匀喷上多功能清洁剂 普通消毒等待10秒后 可以用干净的湿抹布彻底再擦拭清理残留 需要彻底消毒的时候 喷上清洁剂后 等待两分钟 再擦拭清洁残留 七,各种门把手和开关 可用产品 消毒喷雾、消毒湿巾 各种门把手和电器开关 都是双手每天经常要触摸的地方 也是很多病菌可能停留的地方 家里有人生病的话 最好要注意 每天用消毒湿巾 擦拭各个房门把手 冰箱、微波炉等门的把手 常用的柜门把手 还有电灯等电器开关的位置 八,电子产品 可用产品消毒湿巾 电脑、平板电脑、鼠标和键盘 也是双手经常接触的地方 用消毒湿巾清洁就可以了 九,超市推车、购物框 可用产品免洗洗手液 便携消毒湿巾 出门在外 一些公众共用的扶手、把手、电梯按钮等 就是潜藏细菌病毒最多的地方 去超市购物时 门口一般都会免费提供消毒湿巾 方便顾客消毒购物车 所以在超市购物前后 记得把推车或者购物框的把手清洁一下 再开始购物 购物结束 再用免洗洗手液给手部消毒 如果你家有便携消毒湿巾 最好带上出门 以防有些地方没有提供 也方便给车把手和方向盘消毒 好啦 以上就是九大易忽略清洁消毒的死讲 用什么消毒和消毒方法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我们在信息栏里准备了其他相关资讯 供大家参考 喜欢这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分享三连 下次见 拜拜